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现的连续的瘟疫 都有它类似的故事 那你往前推 推到了这个 摩西的年代 也是同样的故事 也就是说是神在出手 而在人的环境中 人们是看不到的 病毒人们同样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一个原因 就是在相当的程度上 在嘲讽着今天 实证科学的一切 证实 对不对 证明 证明它的存在 这是今天实证科学 特别是在进化论 跟无神论的背景之下 太多的人所强调 我们在节目中 跟大家分享 神的概念的时候 原来很多人讲 说你证明一下神的存在 其实道理是个 很简单的道理 那现在的问题 是事情的出现 已经非人力而为 面对这种状况 人们无可奈何 昨天的一天 以欧洲为中心 十一个国家 出现了首例 就是第一个案子出来了 那欧洲是 都是一个一个的 具体的国家 一天出现十一个 在不同的国度里 都出现了一个 都出现了病情 那它的中心是以 意大利跟伊朗为中心 向欧洲大陆扩散 但是同样的过程中 有些已经变成了 叫社区感染 它没有任何源头 没有任何来处 跟已知的源头和来处 根本不相关 这个人出现状况 平底而起 所以这就叫社区感染 当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基本就是 它变换个角度来讲 就叫失控 而抨击的一切概念 我以为 以中共为代表的 无神论进化论 为代表的中心 这是打击着 在今天中国社会的价值观 中共体制之下价值观 而在全世界的范围内 就出现一个对精英 通常有人说叫白左 你按照香江才子的 这个姚杰的说法 那就是陶杰的说法 它就是 无神论从而招致了神的惩罚 而在今天的环境中 无神论跟进化论 和唯科学至上的人 遍布世界各地 包括西方 所以那他就讲说 那这么糟糕的环境 只能由神出手 这是他昨天写了一篇评论 直接就这么评价 而在现实的环境中 英国昨天做出的报告认为 如果欧洲 如果欧洲大陆崩溃的话 英国可能会死掉50万人 5000万人感染 那1%的死亡率 死掉50万人 而在今天早晨 美国社区出现了扩散 也就标明在美国 已经进入了社区 纽约时报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美国可能出现了社区的感染 而疫情的本身呢 打击了中共体制的宣传 中共宣布说 到现在呢 将近8万病例 死了将近2800人 这是中共国大陆的报告 而世界卫生组织讲说 中国境外的感染的人数呢 超过了这个中国本土 世界卫生组织 基本就被共产党买断了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 现在的报告呢 是配合中共国的 这个他的国策 就是习近平的国策 所以就我个人来讲 我个人觉得 已经没 应该讲没有什么太多意义 说实话 就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没有意义 中国各地出现了治愈者 然后结果在反复复查的时候 他又出现了 我以为如果反复复查再出现的话 其实当初根本就没治愈 而且他没能力治愈 他表面上是可以说 有治愈了 有这个有那个 而我个人以为呢 就像在历史上的大瘟疫的概念一样 有些人招染了这样的东西 如果按照修 按照这个宗教上说 他有一种消业的过程 那而有些人就直接被这样的过程所淘汰 就是得病而死了 所以他都针对是个人的 你比如说出现了这个恢复 再次又恢复了 复发了 复发不是每个人都复发 而复发完全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个体的 它表现在个体的生命上 表现在个体的原因上 那现代的科学都是靠统计数据来拿出了一个比例 而真正的在现实环境中 我们看到差距很大 所以我个人以为 这样的复发也好 怎么样也好 和病毒产生的本身 在相当程度上 去嘲讽跟打击 以科学至上的 今天社会的精英 这是全球范围 打击以科学至上的精英 社会的精英 人类的精英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对神的蔑视 对神的不尊重 当历史过去之后 我相信很多人是这么讨论 在巴西出现了第一例 那个人是61岁 他去过意大利 所以在拉丁美洲就出现了首例 那先就像我刚才讲的 意大利跟伊朗就出现了这个主要的病原体 而在美国星期三表示 加州的一名患者出现了这个阳性的反应 他没有接触过任何感染病毒的人 也没有去过任何爆发疫情的人 所以这将意味着 在美国已经出现了社区感染 那如果叫社区感染的话 就是病毒已经进入了美国本土 进入了美国本土 这就是在我眼里 你看到神的惩罚 他的概念超过了人的今天的认知 他没有源头 没有来处 这哥们在家里坐地 喷就出来了 那你怎么办 对吧 川普任命副总统彭斯主管疫情工作 他对政府的疫情应对充满信心 这是川普自己的特点 永远是他的特点 那在美国的社会当中呢 我以为其实真正出现状况的 就是看他对真正生命的态度问题 因为在美国的社会相对既复杂又简单 他的货币上印着引告的为trust 很多人忽视这句话 因为他不管用 对不对 你拿一块钱 他是一块钱 我看了你告trust 那就完了 可是在美国很多州的公共学校当中 跟他的使用货币当中 都印着这句话 所以这种概念 有点类似于犹太人 犹太人控制着 今天人类社会当中太多的内容 从文化 法律 媒体 一直到他的社区 到经济 到股市 到金融 都是犹太人 而犹太人最大的特点 他一直坚守着三千多年来 宗教在他整个现实生活中的规范 这是同样犹太人坚守 而犹太人又是在过去两百年来 创造了所谓的现代科学的奠基当中 犹太人占有决定性的因素 可是他任何时候都不会让科学的本身 去解读权势 甚至取代他自己对生命的认知 他会穿西服 对不对 但是他穿西服 他永远记得自己是个犹太人 他不会是因为一个西服 而是自己改变说 我怎么也看像个老外 不会这么干 但大陆人 共产党统治之下的大陆人 他不是 也偏偏是犹太人创造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 毁掉了今天的中国人 而他毁掉的概念就是灌输了太多的中国人 唯利是图失去自我自尊 但他在乐在其中认为自己很伟大 习近平就这样 在社区中抢口罩的同样是这样 对吧 摔牌骂骰的也是这样 所以从上至下 这个群落 人的群落 他不改变 让刘伯温的说法 不改变你思维的方式 不改变你思考的概念 那这样的灾难就持续了 这里他就讲述了 现在美国有60例 但绝大多数都是从日本的那条船上撤回来 卫生部长 星期三国会的听证会上说 他刚刚得到第15例病例 当局在研究病毒流行的轨迹 当天晚上证实发生在加州的北部 这是一个第一起的社区感染状况 我个人以为 确实在作为政府的领导人 如何看待 如何表态 确实对疫情有着相当深刻的影响 川普的这样的表态 他在会议上同样赞许了习近平 表态完之后 那加州出现了这个故事 有点类似文在寅 文在寅跟习近平通完电话之后 第二天韩国大爆发 你在论证的角度来讲 没有人说会认为这是一种必然的关系 就像没有人能够论证 为什么这个病毒进入了美国社区一样 其实当你论证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道理不存在的时候 就像你无法论证 为什么病毒直接进入了美国社区 它怎么来的 其实你让我说 病毒来自于另外的空间 根本不是坐着飞机来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